被称为南海名出的三沙市 专业已经设施十年 那如今发展建设的怎么样了呢 提起三沙市 很多人都会感到陌生 虽然自从2012年正式设施以来 已经过去了十年之久 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并不了解 这座位于中国最南端 总面积最大 但总人口却最少的新城市 相反对同属于海南省的三亚市 反而更熟悉 不过相比于三亚的热闹繁华 三沙市更多了几分 深处南海腹地的静命 三沙市由西沙 中沙 南沙 三大南海群岛共同组成 也因此而得名 海域面积达到200多万平方公里 而陆地面积总共只有13平方公里左右 每个群岛又有多个岛屿 礁石 岸沙等组成 整个三沙市就像散落在南海上的一盘珍珠 目前三沙市人口主要居住在几座较大的岛屿上 截止2020年 三沙市的常住人口只有2300多人 别看三沙市陆地面积小 人口也少 但这里可并不是大自然中的南海明珠那么简单 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五国渔民捕鱼的重要场所 虽然之前海上条件一直非常艰苦 但是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加和南海战略位置的上升 三沙市的成立和建设让这里变得更加宜居 成为真正的南海明珠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西沙群岛 这是三沙市三大群岛中距离海南岛最近的一大群岛 也是陆地面积最大的一座群岛 总面积10平方公里 占到了整个三沙市的绝大部分陆地面积 主要分为东西两部分的宣德群岛和永乐群岛 其中最大的永星岛便是位于宣德群岛的北端 也是西沙区和三沙市政府的共同驻地 距离三亚港在330公里左右 所以在80年代以前 这里一直是西沙群岛来至整个南海附地 唯一能够直接与大陆通航的岛屿 南海各个岛屿所需的物资也都是先运往这里 如今整个永星岛经过扩建 已经形成了一个东北西南走向倒置的P字形岛屿 总面积达3.16平方公里 永星岛为白色珊瑚和贝壳形成的珊瑚岛 所以整体地是平坦低洼 平均海拔只有5米 外围都是白色的沙地包围 处于东北方向的石岛 则是一座0.08平方公里的石头小岛 最高海拔15.9米 不过如今已经与永星岛连成一体 紧邻着永星岛机场跑道的东北端 也就是岛屿陆地P字形的尾部 而整个岛屿建设就是一座现代化海岛城市 三沙市经过10年建设 以永星岛为代表的西沙旧貌唤新岩 那如今都有哪些了不起的建设呢 作为三沙市最大的岛屿 永星岛不仅在90年代 就建设有1000米机场跑道 可用于紧急起降军用飞机 如今作为三沙市的政府驻地 更是经过建设将跑道延伸至3000米 完全能够起降波音737这样的 中型民航客机和大中型运输机 而在永星岛陆地的西南方向 还有两个大的缺口 便是两个深水码头 总共建设有9个博位 可用于停靠各种大型船舶 运输和装卸物资 当然除了飞机跑道和港口码头这样 大的硬件设施外 岛上各项生活服务设施也一应俱全 岛上建设有太阳能发电站 海水淡化工厂 甚至通过无土栽培种植蔬菜 可实现月产上万斤的瓜果蔬菜 如今居民基本的生产生活与沿海地区无异 而且为了丰富岛上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岛上不仅有移动通信信号 互联网和卫星电视联通 而且建设有座三沙图书馆 在医疗健康方面 岛上建设有三沙式医院 能够保障最基本的各项医疗救治需要 除此之外还建设有酒店、银行、邮局、学校等设施 此外岛上属于热带季风气候 自然植被茂密 岛屿绿化面积占到整个西沙群岛近90% 生长比较多的是椰树 最著名的是一种叫麻风铜的支配 而整个西沙群岛除了中心的永兴岛得到大力建设外 周边的岛屿都有不同程度的建设 将用相应的政府驻地和渔民定居点 最典型的代表是西沙永乐群岛的主题 永乐环礁的一圈的各个岛屿 其中位于环礁南部的广京岛与生行岛 已经通过建设联为一体 形成了一个优良的天然避风港口基地 建设有5000吨的避风码头 整个岛屿同样是按照海岛城市去建设 使之成为重要的中转枢纽 而且三沙市在西沙群岛周边进行了岛礁绿化行动 从2013年开始就在鸭公岛 银云 沁青岛等西沙小岛屿上 种植了5000多棵绿树 并且在不断绿化当中 而位于西沙最西侧的中建岛 由于气候炎热 全年平均气吻都有31摄氏度 而且经常伴有大风灾海 所以整个岛屿之前是荒芜的状态 又被称为沙岛和火岛 不过由于其距离越南线港仅330公里 占留位置非常重要 如今绿化面积达到40% 然而面对建设热火朝天的西沙群岛 一旁的中沙群岛却非常寂静 中沙群岛同样属于三沙市 为何设施十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大的建设呢 中沙群岛几乎处于南海中轴线的最中间位置 可以说是整个南海的中心位置 最主要的部分就是与西沙群岛临近的中沙大环礁 有26座岸沙和岸滩 几乎全部位于海水之下 一般水深在13到20米之间 所以三沙市没有大力建设中沙群岛 并不是厚此薄彼 而是由于这里几乎没有陆地 再加上其距离永兴岛仅200公里 所以建设中心才会放在更有价值的西沙群岛上 不过中沙群岛的占留位置价值同样重要 处在南海中部重要的航道之上 除了中沙大环礁以外 最北部可达到与海南岛文昌市几乎同纬度的神湖岸沙 最东部可到达与菲律宾临近的黄岩岛 是恶守南海东部边界的重要节点 而比中沙群岛更加分散的是三沙市最南部的南沙群岛 整个海区面积达到70多万平方公里 东到海马滩 西至万安滩 北起雄南郊 南至我们熟悉的祖国最南端 增弩暗沙 总共分为五大群岛 分散了230多座岛屿暗礁 其中真正的岛屿只有20多个 更多的是类似于中沙群岛的暗沙 散落分布在整个南海南部 在大理建设之前 整个南沙群岛主要有官兵驻守的像样岛礁 只有永暑礁这样的传统大岛礁 不过由于南沙群岛的位置实在太过重要 是从东南亚进入南海的重要通道 所以我国通过吹沙造岛的方式 在南沙群岛吹田了赤瓜 东门 南勋 主臂 华阳 美济 永暑等多座岛礁 将原本的礁盘全部变成岛屿 其中美济岛 主臂岛和永暑岛 成为南沙的三大岛屿 面积分别是5.6 4.3和2.8平方公里 曾经的美济礁和主臂礁 在涨潮时没有一点陆地 驻守的官兵只能依靠 矗立在水中的高角屋获得立足之地 但如今都成为了拥有机场港口的 现代化岛屿 2016年 中国民航的两架客机就从海南海口启航 分别成功降落在了美济岛和主臂岛上 此外美济岛还是重要的海洋渔业生产基地 美济村更是渔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场所 岛上建设的设施绿化 以及农业种植网络覆盖等都参照永兴岛进行建设 已经将整个南海打造成海上岛屿城市群 而未来的建设会更加丰富多彩 如今黄河下游河道变身3.1米 是真的将要告别地上河了吗 22年来累计输沙入海32.5亿吨是最关键因素 欢迎来到地球级本期话题 黄河的调水调沙 黄河作为著名的地上河 可是在中学地理教科书上都挂了名号的典型案例 虽然其中下游流行的是平坦的花北平原 但是依旧不妨按其在平原上筑齐高地 形成地上悬河 作为全球工人最难治理的河流之一 黄河的地上河可谓名副其实 连河床最底部的河槽的高度都比周边基准面高 甚至在河南郑州只开封的一段河道中 河床底部高出周边地面7米都不止 这是什么概念 相当于在地面两层楼高之上 有一条汹涌的大河在奔用 更要命的是 这还只是河床底部的高度 如果再加上黄河平均水深在3米左右 整个地上悬河的水位就足足会被抬升到了地面以上10米的高度 如果不是一直随着河床水位不断抬高的黄河大堤 在新中国之后得到坚实的加固 整个黄河中下游流域 将随时面临被黄河洪涝侵袭的危险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来源于黄河裹挟的大量泥沙 据统计黄河每年的净流量大概在580亿立方米 但是因河水裹挟而沉寂在河道中的泥沙 每年就足足有上亿吨之多 所以黄河不仅因泥沙的黄而得名 民间更是有一碗水半碗泥的说法 不断在黄河中下游堆积的泥沙 千百年来一次次的抬高黄河河床 一次次的将黄河大堤的高度逼向其限 然后在最终承受不住的时候绝地泛滥 进而改道形成新的河道 再重新上演新的循环 根据可查的历史 黄河曾在历史上决堤上千次 改道26次之多 而在明清时期就曾夺淮入海 走淮河流入黄海 但是由于黄河尚有流经的黄土高原 在历史上一直水土流逝严重 所以历朝历代对黄河的治理都是指标不指稳 新中国成立后对黄河的治理 也一直是以河堤加固稳定为主 直到从2002年开始的黄河调水调沙工程 真正的切中要害 并悄然的让黄河发生了巨大改变 整个工程在每年的迅期前进行 至今22年来累计一项大海疏沙32.5亿吨 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让黄河下游河道 变身301米 悬河的态势进一步得到遏制 同时还引发了一个更重大的变化 调水调沙究竟是如何让黄河产生惊人变化的 20多天就能实现疏沙入海4000万吨 水利枢纽和时机选择缺一不可 根据新华社报道 从今年6月21日开始 为期20天左右的2023年度 黄河训检调水调沙工作展开后 截至7月11日结束时 监测到输入大海的泥沙量为2700万吨 并且随着之后 经本次调度的水沙全部入海 估计总共能够实现排沙4000万吨 而作为力士调水调沙的主力军 小浪底和三门峡水库的相互配合 不仅对此次黄河输沙功不可没 更重要的是通过22年来持续不断的努力 已经让黄河主河槽过流能力的最小致 从2002年的每秒1800立方米 增加到了如今的每秒5000立方米 而这一现象的意义不亚于输沙本身 因为过流能力影响水流速度 同样是影响泥沙阻塞河道的重要因素之一 速度越低泥沙趁机就越严重 泥沙淤积越严重就越影响流速 如此恶性循环黄河就废了 反之过流能力越大 产生的便是良性循环 那么在理论上 想办法将流量流速加到最大 黄河的泥沙就会被大量冲刷携带 并最终大部分进入大海 实际上调水调沙做的就是这个事情 只不过这样的方式需要天时地利的配合 需要在特定条件下进行采有效 主要的时间点就要选择在汛期前 这样才能利用汛期积累巨大的水量 产生足够的效果 并且可以在冲刷的过程中 及时实现补水配合 调水调沙虽然说起来简单 就是用水将黄河底部的泥沙冲走 但实际上什么时候蓄水 什么时候放水都是需要经过准确计算的 并且需要把握好小浪底水库和上游三门响 万加寨等水库之间的配合 当小浪底水库这边大量下泄水流时 虽然可以立刻冲走其下游河道中的泥沙 但是同时小浪底水库上游河段水位的迅速下降 导致流速流量的下降 极有可能造成泥沙的淤积 威胁小浪底水库的库容 此时早已蓄水待发的三门响万加寨等水库 进行接力式的泄水 冲击上游河段和小浪底水库预计的泥沙 然后裹挟着泥沙的河水 顺着小浪底的再次泄水排往下游 通过这样的强力排沙实现轻率 并且通过长达20年的坚持 最终实现河岛深度的下践 不过调水调沙尽管强劲 却并不是治理黄河问题的终局 解决黄河泥沙的源头才是最根本的 黄河想要永远告别地上河 调水调沙只是第一步 更关键的一环直接让黄河变清 在2023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 小浪底水库下歇的水竟然是清的 这说明至少在这一时段 从此处往上游 黄河的河水泥沙含量极低 根本不再是我们印象中 那个因为水土流失而变得浑浊不堪的黄河 其实近年来黄河河水变清的现象 屡前不前 特别是在黄河中游经常出现清流的时段 2020年5月 曾经完全浑浊到湖口瀑布 就因为出现清流飞铺而引起关注 人们惊奇地发现黄河正在变清 很多人却并不知道 这其实得益于我国长久以来 一直在黄土高原上 坚持的退更换林和植树造林活动 而通过植树造林保质水托 最直观的效果就是 20年来黄河河水中的平均泥沙含量 已经累计下降了八成 黄河在许多河段不实的变清也就毫不奇怪了 实际上根据统计 黄土高原的植被覆盖率 已经从2000年之前的32% 提升到了2018年的63% 并且近些年来仍在不断提高 黄土高原腹地的植树造林更是作为植树造林的典范 从一片荒芜到拥有超过300万木林场 见证了黄土高原的蛻变 而从其中60%以上都是人造林 也可以看出这二三十年来巨大转变的成果 而且不止甘肃陕西 整个黄河流经的黄土高原 所涉及的山西内蒙等地都在疯狂的植树造林 或者退幕环草 山西盛期至2018年 刚是完成了2700万亩以上的推更环林 如此努力的目的 就是为了从源头上切断黄河泥沙的问题 才能在没有新的泥沙情况下 真正解决黄河已经存在的地上悬河问题 也只有这样黄河小浪迪水库 等水利树纽不断坚持的调水调杀才有意义 未来随着黄河不断变清 黄河河床不断下窃 直至摆脱地上河 在配合住今黄河两岸建设的标准化地方 黄河真正得到智力将成为现实 而千百年来我国古代王朝 一直希望实现和清海淹的太平盛世 也将在现代人手中实现 实际上这正说明一个道理 绿水青山才是真正的金山银山 塔克拉马干沙漠是我们中国最大的沙漠 位居世界沙漠面积第十米 同时还是世界上的第二大流动沙漠 而塔克拉马干在当地的维吾尔狱中的意思就是 走得近出不来的意思 这就足以说明这片沙漠不仅一望无际 也没有多少足够的水源和绿洲 如果没有十足的准备 贸然闯入就只能是死路一条 但是惊奇的是 在这茫茫的黄沙下隐藏着丰富的地下水资源 若能够开采使用 必定能够重现往日的罗兰文明 让罗布博重现 可是我要认真地跟你说 这种办法完全不可信 为什么呢 本期视频带给你答案 欢迎来到地球记 我是阿聪 在视频开始之前 希望各位观众老爷 能动动手指点个关注加收藏 这将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好 咱们来看啊 塔克拉马干沙漠 位于我国新疆南疆的塔里木盆地中心 整片沙漠长约1000余公里 南北宽约4000多公里 总面积达到了337600平方公里 覆盖了新疆的巴音过楞 阿克苏 喀什 河田 四个地区的部分边界 别看它的大小面积 数据都有罗列出来 在我们这颗地球上 好像也没多大的样子 但是把你放在这块的中心位置 就算带起了水和粮食 走一个月也走不出来 而且它不断流动的沙子 会让你迷失方向 想走出来 近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但毕竟是位于新疆的盆地地区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气候 还是比较温和适度的 是典型的大陆型气候 一年之中的最高温度为39度 但是年降水量极低 从西部一直递减到东部地区 最大38毫米 最小能降至10毫米以下 这么小的降水量 不知道把雨神拉过来 能不能治一下 照理来说 在如此缺乏水源的情况下 塔克拉玛干沙漠 应该是一片毫无生命体征 存在的死亡沙漠 事实确实如此 塔克拉玛干的植被数量 极端稀少 可能在沙漠中走上几个 甚至十几个小时 都没办法看到 一个颗绿色的存在 但是 如果能够在高涂的山丘之间 找到一块低洼的凹底 你可能就有幸 找到几株消失贯虫和小炉尾 为什么在这些厚厚的流沙中 能够孕育出 如此坚毅的小生命呢 这就要说到 本期视频的重点 地下水源了 要知道 沙漠虽然表面看起来干旱无比 但地下却有着 极为富足的地下水资源 就比如塔克拉玛干沙漠 沉溪在深处 后世的疏松沙层 就是绝佳的地下水库 这些沙漠间 有较大的缝隙 便于住存水源 它们一直隐藏在黄沙的地底下 组成了一片又一片的大面积 沙制沉积体 好像一个巨大的储水容器 而地表上的干沙层 又如同这些容器的盖子 挡住了阳光的曝晒 保护住这些地下水 不会被蒸发 这些地下水 就是那些凹陷区 零星植物的生命源泉 它们会凭借金人的生命力 将自己的根筋 牢牢地扎在这些沙层中 汲取地下水的营养 以此坚强地屹立在沙漠之中 而在沙丘与河谷 及三角洲相交汇的地区 有着不少接近于地表的地下水资源 所以在这块地方 植被覆盖率相对沙漠中心地带而言 要高不少 除了怪流 消失灌从和鲁尾以外 这里还有一些河谷特有的植物品种 像狐羊 狐腿子 骆驼刺等 它们在沙漠边缘 组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被称为沙漠中的绿色走廊 如果在沙漠中 能够看到成排的绿色植物 那就证明 你走出沙漠已经不远了 可是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 最东边的罗布泊 却是另一番天地 这里的地下水资源 相较于沙丘地区埋藏较深 不能有效地图出地表 并且由于多年来 当地居民的不断取水 以及气候的变迁 早在1970年 就已经是干涸的状态 这个曾经名列我国第二的内陆湖 早已没有了往日的龙光 这时就有人提出 既然这边的地下水 不能自己冒出来 咱们可以用人为手段 把它给弄出来 那么你以为这种措施 我国相关人员想不到吗 在经过多方考察和研究后 证明了这个方法并不可行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块地下水的构成示意图 地下水的存储一般是分层的 有的地方含水层很浅 近乎接近地表的位置 这就叫做潜水层 有的地方含水层很深 水压大 死死被锁在地底里 这就叫做沉压地下水 能否蓄水 取决于地势的高低问题 像沙漠中的低洼地势 和沙丘边缘的凹陷区域 无疑都是因为地势低 含水层浅 不用自己挖 地下水都能自己冒出来 但罗布勃附近的含水层比较深 如果贸然往下开采节流的话 不说难度极大 就算成功了 也会像打破一面城路墙一般 扰乱地下水的汇集 导致沙漠其他地方的地下水 全部涌入进来 造成沙漠其他绿洲的枯萎 甚至是完全消失 非常不利于塔格拉玛干的生态平衡 其次 罗布勃的干涸 主要原因是入流的减少 并非地下水沉积太深的缘故 曾经它的维持是靠塔里木河 孔雀河 赤尔城河等注入 要是把地下水 强行带替其他河流来注入 其中一部分会渗入地下 另一部分 也会在罗布勃的太阳直射下 逐渐蒸发殆尽 根本无法维持 罗布勃的水位要求 到最后 竹篮打水一场空 最后 由于常年的干枯和气候影响 罗布勃已经成为了一块严谨之地 干涸的泼泽传岸 有着近几百万吨的寒烟量 如果把地下水引入其中 等同于把河水变海水 并不能恢复罗布勃曾经的样子 还会白白浪费许多淡水资源 根本没有人工干预的必要 虽然罗布勃曾经是我国 辉煌一时的大型内陆湖 从古至今沿着塔克拉玛干 穿越新疆盆地的丝绸之路 带动的楼兰古国 也是我们赖以自豪的古代文明 但历史的前进性 各个方面因素 注定让这些曾经的光芒 埋葬于滚滚黄沙之中 却并不妨碍他们留下的印记 将一直在这片广袤的大沙漠中延续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记得点个关注 不仅可以接收最新的内容 还可以收看往日的精彩哟 越南的凉山 曾经被我们移为平地的地方 现在发展得不错 在越南的东北部 有一座非常特殊的城市 梁山省 它曾经在我国的 对越滋味反击战中 被少林上将许师有 怒而下令 一间房子也不能留 然而四十多年过去了 这个曾经被我们移为平地的地方 现在各方面 都已经发展得比较不错了 那当初的那场战役 发生了什么呢 现在的梁山省 又究竟发展得怎么样了呢 欢迎来到九七 我是阿聪 喜欢我的视频 辛苦点赞再关注 梁山 其实是越南北部的边境城市 离我国广西特别近 北边离中越边境 有十八公里的距离 但是南边 离越南首都河内 却有一百三十公里 也就是说 梁山离我国要比 去他们首都近得多 梁山的市区 主要分为南北两个部分 横窗而过的 骑冲河是分界限 梁山的北部 北八外山 寇马山 等山林 及一系列高地素环保 曾轮起伏 地势非常险峻 梁山的南部 是水网密布的平原 其中一片片稻田 错落分布 虽然梁山 有些地势险峻的地方 但是总体来看 其他地方 各种交通 还是比较便利的 再加上 它的南边 可以直达越南首都河内 北边 离中越边境 又特别的近 所以 梁山 不仅是越北的 交通枢纽 更是首都河内的 屏障模糊 自古以来 我国和越南交战的时候 梁山 都是必经之地 而我国 如果想要在越南北部 用兵的话 梁山 更是烟湖要地 只要把这个 保护越南首都安全的 屏障攻下来 就可以一马平川 拿下河内 反之 越南如果把梁山 给守住了 我国不能跨过 越南北部的山地 就更别说 在越南北部 进一步用兵了 因此 在1979年的 对越自卫反击战中 广西战区 爆发战火的时候 中国和越南都意识到 梁山的重要性后 就一个把拿下梁山 作为既定目标 一个把守住梁山 作为既定目标 自从1979年 2月17日 开战以来 中国军队 就一路势如破竹 穿插东西 惠攻高撇 对梁山 形成了威逼之势 但是进过越南 北部山地的时候 因为这一块地势 险峻复杂 并且 不像梁山的 其他地方那样 有比较便利的公路 呈现 一手南攻之势 更为熟悉 梁山地形的越军 当然知道这一点 所以 他们集中兵力 在这里 严防死守 并在梁山外围的 各个山头高地上 以居高临下之势 对中国军队 进行密集的火力打击 而中国军队 当然不可能 任凭越军这么压制下去 于是立即改变打法 进行了纵身炮击 以密集的弹着点 开辟进攻道路 并将密集的队形 组成不同梯队 多路攻击 但眼见中国军队 盛势见起 越南政府 立即从首都河内 将精锐308室 调来支援 越军308室 可以说是中国的土地 是中国第13军 一手带出来的 1950年的时候 越军308室 率领各团部 来到中国云南省 艳山陷阴地学习 当时中国第13军 不仅指导了他们 军事作战 还给他们提供了 军事装备 和物资的支援 这才让越军308室 这样一个 没什么组织 也没什么能力的小部队 成为了后来的王牌之士 但是在梁山战役中 越军308室 不只人图报就算了 并且 而是用起了让中国军队 深痛恶绝 并且非常不齿的化学武器 当时 梁山战役的东线总指挥 许世友得知这件事 非常生气地下令 拂小攻击开始后 梁山一间房子也不能留 而这个命令 让中国军队的士气 大受鼓舞 一鼓作气地 将梁山的多个重要高地 都给攻下了 随后开始倾脚工作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 越南 既然还恬不知耻地 在国际社会上声称 中国军队 被他们挡在了 寇马山以北的地区 大肆宣传他们胜利了 同时 还蠢蠢欲动地 想要再来一波化学武器攻击 这下子 我们XX的少林上将 许世友 是真的勃然大怒了 再次下达之力 将梁山一味贫地 连一块好转都不能生下 这之后 中国军队的300萌火炮齐发 梁山除了防务被摧毁外 就连机场 桥梁 码头 这些成建基础设施 以及军工厂 生产基地 也都被毁制一旦 整个梁山 是真正的全部被一味贫敌了 不过四十多年过去了 经过岁月的洗礼 梁山早已经没有当初 战争留下的痕迹 已经成为越南边境的 一个新兴城市 下辖 一市实现 总面积大约 8320平方千米 总人口则为40多万 如今 梁山那个曾经群山包围的北面 已经成为了城市的中心 也是城市最繁华的地方 交通往密布 各种各样的商铺林立 而穿过其冲河山的大桥 就到了梁山的南边 这里基本上 都是梁山各个中央政府机关的办公地点 此外 从桥上往下往 两边美丽的景色 都可以尽收眼底 但奇怪的是 整个梁山的高楼都不多 不管是居民区 还是商业区 房屋 基本上都在六层左右 只有一栋 十几层高的酒店 如果不是事先了解过的话 很难相信 这是一座省会城市 此外 梁山 还是越南都要开放的旅游城市之一 旅游业和边境贸易 都是当地的经济支柱 而且 如今梁山省高路线的 同登市镇 是越北交通重镇 中国的香跪铁路 和南有高速公路 都和同登市镇内的 越南铁路干线和公路有对接 所以 梁山当地的民众 就是利用国家给予优惠政策 和靠近中国边境的优势 来大力发展旅游和边境贸易 并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 从而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不错的成就 其实梁山 还是有很多不错的旅游景点的 比如 二清洞 三清洞 三清四 和双仙洞等 相传 二清洞 曾经是当时越南 抗法战争的指挥部 对越南人来说 非常有纪念意义 而对其他国家的游客来说 二清洞的景色 也是比较值得一看的 洞内并不深 只有半公里左右 刚进去的时候 洞内显得很是狭窄 但是走进洞内二十米左右的时候 就会感觉 一切都豁然开朗了起来 洞壁上 各种造型的忠如是 在洞顶白光的照耀下 闪闪发光 更显大自然的鬼斧神过 旁边的平台上 还有十凳 供游客休息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欢迎在留言区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在中国古代 人们认为 昆仑山是天神的居所 将它称为万山之祖 而在今天的昆仑山山脚下 也常年有重兵镇守 那这座神山里面 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难道真的住着神仙吗 昆仑山脉 西起帕米尔高原 横贯新疆 西藏 延伸至柴达木盆地 和我国多个省份相邻 它全长约2500公里 宽在130至200公里之间 总面积达50多万平方公里 昆仑山的最高海拔为 7282米 山脉体系庞大 是众多河流的源头 比如长江和蓝沧江 它们的源头都在昆仑山 因此 昆仑山也被称为万水之源 不过 昆仑山脉虽然位于我国西面 却几乎不受印度洋 和太平洋季风的气候 当地的气候干燥 降水量少 导致当地的地形 基本上都是 裸露在地表的岩石 大部分植物 也都是地海的灌木类 不过这里的野生动物资源 十分丰富 包括高原常见的藏林羊 野牦牛和野驴等 除此之外 还有雪豹和棕熊 这样的大型肉食动物 说这里是动物的天堂 也不为过 而万山之祖的称号 则是因为这昆仑二字 昆是指太阳落下的地方 而伦则代表群山的规则 仔细一想 就知道昆仑山的重要性 同时 昆仑山也是我国 传统神话故事的源头 纵观历史典籍 包括山海经和水经柱 都认为昆仑山颇有神奇之处 据记载 昆仑位于西海之南 流沙之滨 赤水之后 黑水之前 这里是女神西王母的居所 遍地是齐花一草 更有能使人长生不老的神耀 中秋节和嫦娥奔月的故事 就与此有关 后来张谦打通西域 他上报汉武帝 说发现了黄河的源头在滇 汉武帝参照古籍 发现这里河源出于天 吉山多玉石 完美符合记载 于是就把这里叫昆仑山 所以说 现在的昆仑山和古书里面的昆仑山 可能并不是同一个地方 虽然现在的昆仑山和古书里的昆仑山 并不是同一个地方 但是同样神秘 甚至有重兵把守 对于其中的原因 在70到80年代的时候 为科学盛行 出现了所谓的昆仑山死亡谷的说法 这些人先是拿出一堆 瞎扯出来的历史资料 又结合了我国在昆仑山驻兵的真实情况 硬生生的编造出了昆仑山上 充满了所谓的负能量磁场的谣言 虽然这些东西在当年唬住了一些人 但是在科技发达的今天 这种骗局到今天已经很难再取信于人了 其实 在昆仑山脉设置重兵的真实原因 只是因为这里是我国的边境地区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当时地方还没有稳定下来 党和政府就决定把军队驻扎在昆仑山上 保卫一方平安 后来我们又发现 昆仑山有着重大的考古价值 因为考古学家们在昆仑山北路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青铜时代的墓葬群 其中就包括蒙古人种 古欧罗巴人种等 多个不同民族的墓穴 专家表示 该墓葬群的发现 代表了古代人类曾在这里居住过相当一段长的时间 这对探索昆仑山地区早期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所以为了保护机密和科学家的安全 就加强了在昆仑山的主寻 在科学发达的今天 虽然我们还没有探查到真正的古昆仑山 但也正是因为它的神秘 才鼓励人们不断地去探索未知的神秘之地